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10月4日周三欧盟正式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 时间为期一年 并且可能会在未来9个月内征收反补贴税等临时措施 欧盟官方周三证实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月宣布的这项调查 将会重点关注新型电动汽车 以及中国政府提供的补贴 尽管各行各业都担心 此举可能会引起北京方面的报复行动 但是考虑到其他行业被中国先行垄断的先例 欧盟认为现在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欧盟官方通知称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证明汽车制造商受益于中国政府的补贴 而这些补贴使得来自中国的进口汽车 在欧盟的市场份额迅速增加 从而损害了欧盟工业 那么所谓的证据欧盟称 包括中国国有银行提供的各种赠款贷款 出口信贷和信贷额度 或者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以优惠条件承销的债券等等 当然还包括税费的减免 以及政府提供的各种原材料和领部件等 但是中国商务部周三回应称 此次调查完全是基于假设缺乏充分的证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 绝对没有补贴的支持和保护 中国机电产品商会则在另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是凭借着技术创新和积累的完整产业供应链的优势 生产出了高品质低价位的汽车 那么最终欧盟将会采取的反补贴措施 将会取决于最终认定的中国的补贴程度 以及对欧盟制造商造成的伤害程度 在最近对电动自行车和光纤电缆等其他行业的调查当中 欧盟则发现中国的政府补贴幅度在4%至17%之间 在今年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 中国最畅销的电动车品牌比亚迪距离超越特斯拉 仅一步之遥 截至9月30号的第三季度 比亚迪售出了431,603辆纯电动汽车 比第二季度增长了23% 而特斯拉第三季度的全球汽车销量为435,059辆 两者之间的差距仅相差3,456辆 是迄今为止最小的差距 深圳一家对冲基金的CEO则预测 比亚迪在第四季度的全电动乘用车销量将会超过特斯拉 而就在几年之前 比亚迪的创始人王船福还在担心自己可能会无法生存 而现在比亚迪距离全球第一大电动汽车品牌 只有一步之遥了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比亚迪成立于1995年 一开始只是一家电池制造商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 其行业地位迅速提升 在电池生产和汽车生产方面都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 那么这些飞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比亚迪两位高管的雄心壮志 其中一位就是比亚迪的创始人王船福 他今年57岁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而且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王船福是一名出色的电池工程师 在成立比亚迪之后 他给自己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搭档 那就是比亚迪现在的执行副总裁李柯 李柯也被称为比亚迪背后的女人 她同时也是王船福的妻子 李柯毕业于复旦大学统计系 也正是他帮助王船福将比亚迪的股份 出售给了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使一家默默无闻的中国公司 有机会成长成为全球汽车巨头 那么比亚迪的崛起也与许多中国公司一样 最初比亚迪汽车是靠抄袭丰田起家 丰田汽车的首席执行官丰田张南 当时还曾经访问中国来一看究竟 与此同时中国官员投入了大量补贴 并且为政府车队购买比亚迪汽车 同时通过对汽车买家的补贴 来刺激更加广泛的电动汽车市场 比亚迪的目标是明年将出口销量要翻一翻 达到40万辆 在中国以外 比亚迪已经成为澳大利亚 瑞典 泰国和以色列等市场的顶级电动汽车销售商 上个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次车展上 比亚迪的竞争对手的高管都纷纷来参观比亚迪的展位 比亚迪现在的主要出口车型Auto3 在欧洲的定位是实惠的高档车 它的售价约为4万美元 欧洲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多的将比亚迪等中国同行视为一种威胁 也因此有了我们节目一开头所提到的反补贴调查 而在北美市场 比亚迪已经成为最大的电动巴士和卡车制造商之一 由于担心美国的强烈抵制 比亚迪认为巴士和卡车比乘用车更加容易进入北美市场 而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当下 比亚迪高管甚至表示 美国的消费汽车市场目前为止实际上是一个禁区 而李克作为比亚迪美国业务的负责人 他早在1996年就来到了欧美 一开始是寻找对中国电池感兴趣的公司 而当年的比亚迪制造电池是完全依靠人海战术 这样可以减少购买昂贵的机器来降低成本 比如美国哈佛商学院的一项案例研究就曾经提到 比亚迪当年的工厂里 光是从电池上撕下一块胶带就需要两名员工 为什么呢 一名员工来负责掀起胶带的一个脚 另外一名员工则负责撕掉整条胶带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 跟购买昂贵的机器比起来又快又便宜 摩托罗拉当年的高管对比亚迪依靠人工 而不是机器的做法大吃一惊 并且担心中国这样做的质量 而李克最终说服了摩托罗拉 成为了比亚迪电池的首批客户之一 后来诺基亚也成为比亚迪的客户 在2000年左右 随着手机销量开始爆炸式增长 比亚迪开始崛起 2002年比亚迪在香港上市的时候 王传福用上市资金购买了一家中国国有武器 制造商破产后的汽车制造业务 因为他看到了电池在汽车中的应用潜力 比亚迪的第一款汽车是2005年推出的汽油车F3 F3的外观与丰田卡罗拉几乎是一模一样 王传福当年也不避讳他的抄袭策略 在早期的采访中他表示 比亚迪的确是从其他公司的成品中获得了灵感 并且专门研究过其他产品的汽车中 有哪些部件是获得过专利 从而避开抄袭这些有专利的零部件 王传福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说 这种做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开始进入汽车行业之后 王传福又复制了他制造电池的方式来降低成本 也就是不买昂贵的自动化设备 通过雇用数千名工人来处理这些简单的流程 并且他雇用的都是合同工 没几年就要更换一批 从而避免工资成本的上涨 从一开始王传福就决心 要让比亚迪自己生产最重要的汽车零部件 当中也包括汽车电池 通过各种方法节约成本之后 比亚迪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出售F3 F3是当年丰田同款汽车成本的一半 到了2000年代末 F3仍然位居中国汽车销量排行榜的榜首 沃伦巴菲特和他的团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2008年时任巴菲特副手的大卫索克尔 前往深圳考察了比亚迪 当时比亚迪就告诉索克尔 比亚迪即将要推出电动车了 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为了让索克尔相信比亚迪电池的环保程度 王传福有一次居然给自己倒了一杯电池液 并且喝了一口 我们可以想象这味道肯定是不会好 但是王传福的目的是为了一次表明 比亚迪的电池没有毒 比亚迪在努力解决电池生产中的环保问题 而不是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王传福还邀请索克尔也喝一口 索克尔当然是拒绝了这个邀请 而在索克尔考察完比亚迪的工厂之后 同年9月 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就以2.32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比亚迪10%的股份 三个月之后 比亚迪就推出了全球首款量产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领先于计划推出同类汽车的通用和丰田 比亚迪的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使用的就是它内部自己设计的电池 到了2009年底 比亚迪的股价上涨了5倍多 伯克希尔哈萨韦当年以2.32亿美元购入的股票 价值也超过了10亿美元 王传福在那一年成为了中国首富 比亚迪的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出售给了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 第二年 比亚迪就开始制造首款全电动汽车 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推广电动汽车 并且向电动汽车购买者推出了补贴 税收减免和牌照优惠等等的措施 2018年比亚迪的成功吸引了时任 丰田首席执行官的丰田张南来到深圳 在会议之前 王传福还告诉同事 他担心丰田张南来访会不会提起早前 比亚迪的抄袭行为 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 与此相反 丰田张南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在向王传福请教 询问他是如何实现如此低成本的生产 到了2010年 电动车进入了新的比赛 其他的中国电动汽车出创公司 纷纷涌入市场 2019年 特斯拉开始交付首批上海工厂生产的汽车 特斯拉在中国本地生产的车型 在大陆销售的价格 要比进口的要低得多 因为他不再需要支付进口的关税 到了2020年上半年 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中 约有五分之一都是特斯拉 到了2019年 由于新的竞争 中国经济放缓 以及中国政府对电动车购买补贴的减少 比亚迪的汽车销量比上一年大幅减少21% 2019年的盈利也下降了近一半 王传福在当时就表示 比亚迪的目标要改为生存下去 但是到了2020年比亚迪的新电池 就为比亚迪带来了新的转机 这种电池被称为刀片电池 是王传福的工程团队花费数年时间投资的众多实验性技术之一 试图找到一款更加安全的电池 可以为汽车同时提供更远的行驶距离 刀片电池的成功 令比亚迪比同等续航里程的特斯拉Model S 要便宜约4万美元 从2020年到2022年 比亚迪的全球销量猛增了4倍多 它是中国最畅销的新能源汽车 目前占中国新车销量的仅三分之一 比亚迪并且在去年已经停产了纯汽油车 据华尔街日报今年早些时候报道 比亚迪计划未来三年 在多个海外市场推出包括电动卡车等商用车型 避开敏感的纯用车领域 而在理科的带领下 比亚迪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成功向美国 英国和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公交车运营商 提供了电动巴士 与此同时比亚迪继续利用低工资来降低成本 据比亚迪工厂底层的一些工人表示 他们的月薪不到750美元 而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工人月薪约为1000美元 但是随着最近十年中国工人工资上涨122% 比亚迪也开始进行了一些调整 在比亚迪最新建造的工厂当中 自动化的水平也有所提高 在过去几年巴菲特则定期减持比亚迪的股份 目前的持股比例约为3.39% 本显示认为此举至少部分是出于对投资中国公司的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 但是巴菲特始终没有回应为何坚持 投行瑞银集团估计 比亚迪比北美和欧洲的传统汽车制造商 具有约25%的成本优势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比亚迪内部零件的制造能力 瑞银分析师最近拆解了比亚迪2022款新车 发现比亚迪约四分之三的零部件都是由内部制造的 今年8月 王传福在深圳举行的 比亚迪生产第500万辆电动车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 他回顾了比亚迪从电池制造商到汽车巨头的崛起 王传福回忆期间一度哽咽 他说生产100万辆汽车 比亚迪花了13年的时间 再生产200万辆汽车 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最后生产200万辆汽车 只用了9个月 王传福说 这样看来中国汽车时代的确已经到来了 以上就是今天 腥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